八个真的是稀巴拉巴 苏明来到风阵部落之后 发现这中型部落果然不是自己的乌山不可以比拟的 更是被风阵蛮宫的开陈实力向往不已 但是苏明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蛮宫竟然能让风阵部落的蛮宫感到忌惮 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些交易 只要苏明能够在风阵部落的大笔之中进入40名 风阵蛮宫就会送给苏明一滴蛮血 苏明在准备鄙视的时候 突然发现两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子 竟然不北陵给拉走了 虽然这北陵是个小八个但是毕竟也是乌山部族人 小时候还教过苏明射箭 因此苏明准备跟上去看看 北陵这小子跟两个男的勾肩搭配 不会是做什么羞羞的事情吧 在乌射外苏明脚步停下 站在阴暗处如一个猎人盯着那乌射半上 渐渐眉头皱起 似有所察觉 其身一晃快速地来到了那乌射门旁 推开们一步踏入其内 房屋里无人 有趣 苏明自语低头目光闪动 四下一看 在乌射的尽头有一个地洞 他略迟疑蹲在地洞旁仔细地看了几眼后 又伸手在旗内摸了摸 是泥土 很干燥 显然是此洞很早之前就存在 他目光一闪 低深一跃进入此洞 这是一条通道 苏明不漏丝毫生息 展开起锁 顺着通道追了上去 前行中 他默默计算着通道的方向 不难看出 这是一条直接穿越了泥石城城墙 向外延伸的道路 通道的地面上 还有一些凌乱的脚印 苏明时而停下身子 仔细地观察之后 内心默默地计算着 一共七八人的样子 苏明沉思少青 取出骨脚 一边前行 一边在地面上挖出了一个个深坑 对于这泥土来说 骨脚不费吹灰之力 就完成了其作用 甚至还在一处位置 苏明抬头看了看通道顶 那里有一些粗壮的人物支撑 似怕这通道塌陷一样 苏明看了几眼 嘴角露出微笑 不多时 约走出了数千丈的距离后 苏明脚步一顿 在他前方不远 他看到了一抹月光落落 显然那里就是出口 隐约间 他可以模糊地听到那出口外 似有人声飘动 那声音似吟唱 透出一股诡异 飘忽间 似距离并非太近 苏明来到出口下方 快速地抬头向出口一望后 立刻身子向后退出一步 一眼看去 他借着月光 看到旗上有一个盘膝打坐的身影 似守护此洞一般 就一个人守护 看其气血 只有四层而已 苏明神色平静 向前迈出一步后 整个人猛地一跃而起 在他身子冲出那出口的一刹那 盘膝坐在那里的风阵部落青年 猛地睁开双眼 似有一愣 但就在他愣神的瞬间 苏明右手抬起青柳一挥 那青年立刻全身剧痛 眼前似有火红之光弥漫 如无数针刺 一口鲜血喷出 正要发出凄厉的惨叫石 以至冰凉中套出强壮之力的手 从其脑后伸出 狠狠地握在了他的嘴上 使得其没有发出的叫声 成为了无物的挣扎 很快 他就身子抽搐 昏迷过去 在他身后 苏明一脸平静 轻轻地将此人身子放下 蹲在那里 看向四周 此时深夜 四周一片安静 远处可以隐隐看到 泥石城在黑夜下的轮廓 还有其外的那些附属部落内闪动的篝火 在另一个方向 苏明也看到了一团篝火 只不过那火焰的颜色 不是红 而是绿 那种绿色的火焰 透出一股诡异 在这深夜里的月光下 蕴含了阴森 吟唱的声音 就是从那绿色的篝火出传来 苏明眉头一皱 悄然向着那阴森的地方靠近 慢慢地 当他临近后 他蹲着身子 看到了一幕让他心神一阵的景象 那散发绿芒的火堆 熊熊燃烧 其上有大量干枯的树枝 更是在其内 苏明看到了一些尸体 那些尸体显然已经死去了很久 在火堆内燃烧 发出轻微的啪啪之声 火堆四周 盘膝坐着七人 七人中 有一人坐在正上方 火堆前 其余六人 三三一组 坐在两旁 其中一人 正是北陵 那坐在正上方之人 是一个穿着黑色衣袍的青年 他没有头发 相貌颇为英俊 可在火堆的映照下 却是透出一股邪义的味道 苏明眉不作声 蹲在那里凝神看去 渐渐地 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隐约间 那绿色的火堆内似有六股气息散出 被光头青年身旁的六人口鼻气巧吸收 使得他们面色越加苍白 身子隐隐颤抖 不多时 坐在两旁的六人中站起一个 走到光头青年身旁 单膝跪下 双手在胸口猛地一拍 立刻其身子颤抖更为剧烈 从其眉心上 有一滴绿色的鲜血 被缓缓地逼出 飞向光头青年身前 与此同时 光头青年的眉心 同样有一团支架盖大小的墨绿色的鲜血密出 在其身前与那对方寄下而出的血液融合 在融合了这绿色的鲜血后 这光头青年全身顿时浮现出诸多的血线 只不过那血线内 却隐隐有绿意存在 一股强大的气血质感 从这光头青年体内爆发出来 苏明迷起双眼 直到自己判断有了错误 此人的确不是凝血镜第八层 但也同样不是第七层 而是第六层 只不过是处于第六层的巅峰 似想要突破进入第七层的样子 看来 我倒是高看了这风阵部落 苏明身子一动不动 目光落在了北凌身上 因此刻 除了北凌外 其余人都已经陆续站起 逼出了眉心知邪后 疲惫的回到了远处 北凌睁开眼 复杂的望着光头青年 低声开口 乌森 这几天来 我连续给了你十多滴精血 如今已经很是虚弱 清晨就是大事了 今天我只给你一滴 可好 光头青年正守乌森 他双目引带绿椅 盯着北凌 你想反悔 之前说过 若你助我突破达到第七层 我若获得了阿公满血 可以分你一丝 当年也是这样 大不了前两关你不参与 最后一关我给你一丝满血 你进入前五十 没有问题 北凌犹豫了一想 似有挣扎 但很快就一咬牙 其身上前 丹西跪在乌森面前 双手在胸口猛的移震 立刻其身体颤抖 眉心有一滴绿色的血液飞出 但就在这血液飞出的一瞬 北凌神色疲惫 似有唯靡 乌森目光一闪 其右手瞬间抬起 直接点在了没有防备的北凌眉心 你 北凌身子聚着 正要反抗 但那一只落下后 他的眉心四倍打开了一个缺口 一滴滴血液飞快的飞出 放心 我们是朋友 我不会杀你 不过是帮你不再迟疑 索性一次就奉献今夜的全部 乌森诡异的一笑 收回手指 正要操控其眉心 秘出的那一团墨绿鲜血 去用北凌眉心散出的所有血液 但就在这时 忽然其身一阵 猛的睁大了双眼 甚至来不及去找回 漂浮在身前的墨绿鲜血 漠然向后退出树部 整个人似融入到了绿色的火堆里 却见一道黑光乍现 呼啸直升乌烟而起间 一把黑色的长矛 如一只巨大的黑龙呼啸而来 瞬间越过了众人 越过了愣在那里的北凌 直奔光头青眼乌森而去 轰得一声漫漫巨响 火堆猛的爆开 大量的绿色火焰四散间 一个强壮的身影 站在了北凌的身前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顿时那些属于北凌的鲜血 连同那属于乌森的墨绿血液 全部落在了这大汉的手中 这大汉相貌寻常 正是改变了身形后的苏明 这鲜血不错 我要了 他声音沙哑 左手一动 顿时那刺入地面的黑毛 化作一团黑气 被握在了手里 苏明缓缓开口 看向那在火焰崩溃时 急速退后的乌森 这乌森神色颇为凝重 更带着一丝争鸣 找死 乌森力吼一声 其全身顿时有大量的绿色气息 漠然喷发出来 环绕其身体外 何人形成了一个 模糊的高跃三丈的人影 那绿色的身影仰天无声咆哮 双鼻抬起 如僵尸一样 直奔苏明越来 与此同时 其余之人也反应过来 纷纷体内气血运转 只不过他们之前 不止一次地奉献了 梅西娜绿色的鲜血 此刻正处于虚弱知识 几乎刚要出手 却见苏明冷笑 左手的长毛 向着大地猛的一把刺入 其体内气血 转然涌入那长毛内 使得此毛爆发出大量的黑气 再刺入大地的一刹那 轰鸣再起 地面似有一阵 一股气量以苏明为中心 向着四周横扫 使得那些虚弱知人 一个个不得不后退避开 紧接着 苏明身子一晃 急速极快 直奔乌三而去 与此同时 他左手长毛抬起 黑气冲天间 隐隐似幻化出了一只 模糊的黑雕之鹰 展开双眼 掀起大风 争鸣间冲向那来临 如僵尸一般的身影而去 更是在这一刻 天空的月光似璀璨 在无人察觉中 一缕月光凭空出现 融入那黑雕里 随之一同对抗 那绿色的模糊身影 如雷霆轰隆 一声巨响之后 苏明身子倒卷 亮枪击不后 快速向后退去 直奔那通道地动所在 默然钻入其内 在他后退的一瞬 一声愤怒的咆哮传来 却见那绿色的模糊身影崩溃 其内乌森神色争鸣 他的胸口处有一道伤口 鲜血流淌 你竟敢伤我 他双眼绿极浓 默然冲出 追了上去 二人一前一后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那地洞里 留下了此地的众人 包括那北陵在内 一个个神色带着亥然 相互看了看后 不敢随之追去 但没过多久 一声温想从大地内传出 似那地底的通道坍塌一样 更有愤怒之吼若隐若谢 许久 乌森阴沉地从那地洞出口内走出 他样子极为狼狈 更有一股滔天怒气弥漫 只是在那怒气下 却是隐藏了不为外人察觉的交集 我湿气圆血已被我抢了回来 但今夜不练了 你们给我找出此人 一定要找到他 他不是风阵部落族人 找到他 我要亲手扭断他的脖子 月夜风高 风阵部落泥石城内 乌夜风声呼啸而过 似有怨气融入风中 掀着大底的灰尘 卷向苍茫 使得那天空的月 看起来也似有了模糊 说个身影 在这深夜的泥石城内 急迟 似在寻找着什么 但最终却依旧茫然没有丝毫头绪 直至那远处的天地间 翻起了白边 这树人才慢慢散去 北陵带着疲惫 面色苍白地走回乌山部的居所 这一夜 他先是失去了 大量的眉心知血 身体的虚弱几乎到了极限 更是亲眼目睹了 那尽管短暂 但却惊人的遗战 那天地轰铃间飞来的一毛 掀起了的大地震动 还有乌森的疯狂怒吼 时常在其耳边回荡不散 乌森在北陵眼中 属于是风阵部落的天之骄子 尽管二人修为都是第六层 但北陵知晓 自己战胜不过对方 甚至不敢驱斩 对方修行的不是普通的蛮法 其早年参拜的蛮象 据说是风阵部落里的蛮象中 极为鬼秘的一尊 蓄施器修行 凝居满血化作尸身 若到了大城 可谓是山崩补伤 避他不灭 与乌森交战之人会是谁 此人看不出修为 但能让乌森如此狼狈 必定也是声名赫赫 莫非是黑山部 北陵神色暗淡 他在乌山部为同辈第一强者 但他明白 离开了乌山部 他什么都不是 带着这复杂的心绪 与对清晨时大事的茫然 北陵回到了居所 回到了那属于他的房间 推门走入其内 但就在他脚步刚刚踏入的刹那 北陵整个人全身猛的一阵 其双目瞳孔收缩 全身汗毛竖起 倒吸口气 脸上露出震撼 也无法置信 在他的房间里的桌子上 漂浮着一团鲜血 那鲜血散发微弱的绿叶 一闪一闪 极为诡异 这鲜血 正是北陵被乌森一直点在眉心 强行逼出的其全身惊喜 呆了一下 北陵猛的转身看向身后 其后方一片漆黑 四周极为安静 他心脏蓬蓬跳动 沉默了片刻后 立即走入房间 盯着那桌子上其熟悉的鲜血 北陵的面色变化不定 他 是谁 为什么要帮我 许久 北陵一把抓起那鲜血 磁血在北陵碰触的一刹那 立刻融入其体内 化作一股热流 使得北陵连忙盘膝坐下 晕转血脉起来 与此同时 在这无山部的居所里 另一个房间中 苏明盘膝坐在地上 其面色苍白 嘴角有一抹鲜血 但他的双目却是极为明亮 低头看着自己 手心的一团墨绿色的鲜血 露出冷笑 这就是风阵部落的天之骄子 不允许旁人压过 只能高高在上的人物吗 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地方 我若能完成血火迭燃第三次 以此猫 就算杀不了他 但将其重伤却也不难 苏明抬手擦去嘴角的鲜血 目中闪过灵力 我只是轻伤而已 运转气血便可恢复 不过此人修行的蛮法 倒是极为奇异 苏明脑海中浮现出 那燃烧的干湿火堆 与散发出的绿色火焰 若有机会 倒要去绘回那所有的天之骄子 不过看乌森 在地洞里疯狂的样子 似此物对他极为重要 苏明看了一眼 手中墨绿色的鲜血 放入一个小瓶内 随后又想了想 抬手虚空一桩 似有一缕月光漠然而来 环绕在那小瓶外 消失不见 把小瓶收入怀中 苏明闭上眼 运转体内气血 等待清晨的到来 时间流逝 很快外面的天空不再漆黑 随着那天边的白芒月加明亮 很快 清晨到来 这一天的清晨 将会与众不同 因此日 正是丰镇部落主持 附近八方各个小部落 共同参与 数年一次的大事之期 每一次的大事 除了考验小辈蛮事外 更是所有部落的一次展示 展示各个部落的未来 是否有经验之北 这决定了丰镇部落日后的态度 清晨到来之时 雷晨 乌拉 北陵 在阿公与料手机 删痕的带领下 随着那丰镇部落前来的 接引族人 离开了这居住的地方 苏明站在屋舍外 看着一行人离去 他看到雷晨在向着自己挥手 其脸上带着自信 看到了乌拉平静中 套出一丝轻蔑的目光 看到了一脸沉默 面色恢复如常 但却看都不看自己一眼的北陵 还有大有深意含笑点头的阿公 以及神色隐隐有一丝可惜之色的料手 最终 苏明看到了那沉默寡言的山痕 在临走前 迷着的双眼似有奇异之芒 在自己身上扫过 直至这些人远远地消失在了目光的尽头 慢慢看不见时 苏明依旧站在那里 只不过其身却慢慢改变 容颜徐徐变化 片刻后 站在那里的苏明 成为了一个强壮的青年 其肤色略黑 整个人身上透出一股彪悍的气息 与寻常的满足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这个样子的苏明 与昨天夜里的他又有不同 阿公送给他的那融入体内的斗粒极为玄妙 可以随意变化形态 站在那里 苏明没有丝毫着急 而是望着天空 平静地等待着 他知道 今天对自己很重要 对阿公同样重要 今天或许他苏明可以一飞充气 或许会一坠地渊 苏明不知冥冥中 是否有一股力量在干扰众生 在操控人们的命运 他如今望着天 天空很蓝 那蓝色的天幕看不到边际 这大地上的所有生灵 有谁可以看到天的尽头 这句话 是那兽皮革书里的开篇的几句 当年苏明第一次看到诗 给了他很深的触动与懵懂 世人常用天下而字 何谓天下 天空之下 天若有灵 则化逼压 逼压我瞒 欲让瞒自辱 苏明脑海浮现那一段段话语 他有时候觉得 四天真的有灵 只不过这灵太冷 若不冷 为何他苏明所看到的人们 有天之交字 有默默寻常 有如阿公般绝伦可却暗胆白头 有如紫袍般凌驾 众人之上为开尘 有北陵内外心绪的复杂 有无森的夺取修行 天之威压 化作无形 承压而人 融入乐乐若不乐 为逆天而起 这句话是兽皮革书里 开篇的几句中 最后的一段 苏明始终不是很理解 就算是现在 也只是落动一二 他曾问过阿公 阿公的回答 让他既有心 这句话很简单 可以很复杂 简单是奇异 天有鸭 欲逼我蛮足 要么顺从乐优承受 要么怒起逆道而行 但这最后一句 却是一个问世 在阿公理解 或许这问的是 除了逆道而行 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反抗 等你长大后 或许你能够深刻的理解 若真有一天 你能达到说出这句话的境界 或许 你有可能想到 除了顺语逆外 第三个方法 毕竟这兽皮革书 是阿公这一生去的 最后一个地方 一个阿公这一辈子 所见的最磅礴的蛮族圣地 那里叫做大鱼 这兽皮的主人 是大鱼的蛮功 苏鸣沉默 依旧望着蓝色的天 许久 有脚步声从外传来 慢慢走近一人 苏鸣收回 看向天空的目光 看了过去 一身白袍 一头白发 面容沧桑 但却透出一股睿智 正是石海 石海望着苏鸣 看着眼前 这个陌生的面孔 他不知道蛮功惊难 为何要给自己 安排这个事情 让自己来此地 带一人去暗中参与大事 跟我走吧 在苏鸣身上 石海看不到 丝毫出奇的地方 说完此话 转身向后走去 苏鸣神色平静 在其后跟随 刚一走出大门 却见石海大袖一甩 立刻变有一股雾气 从其身体内扩散 瞬间将苏鸣笼罩 苏鸣内心一动 但却没有后腿 而是任由雾气卷针 与石海缓缓升空 化作一道雾气长红 直奔远处而去 这是苏鸣第二次 苏鸣在天空看向大地 心中依旧有些紧张 他的紧张被石海看在墓中 并未理会 而是展开很快的速度 没过多久 便带着苏鸣越过了 地面上的风阵部落 向着正北方的 一片苍茫平原而去 苏鸣望着前方的苍茫平原 从天空看去 那里如地面之海 一望无边 但随着其所在的雾气急锁而来 片刻后 苏鸣感觉全身一震 好似身体碰在了 一层无形的隔膜上 穿透进去的一瞬间 四周的天地扭曲 如水面一样出现波纹连衣 他耳边传了石海冰冷的声音 到了 这哪里还是什么平坦的平原 而是在那正前方 有一座山 苏鸣从未见过 这么庞大的山 比这乌山要高出乌树 与其相比 乌山就如同一个婴孩 而此山则是铁塔壮汗 看去四个冲入云霄 看不见山峰 所看只是一半 其上被乌树白云雾气缭绕 此山知道 让人难以置信 在那山上 苏鸣隐隐看到 有无数条台阶小路 蔓延而上 消失在了云雾内 山脚下 有一处巨大的原型广场 那广场四周 矗立着九个旁边的雕像 每一个雕像都存在了 原始蛮荒的气息 颇为争名 此刻 那巨大的广场上 已经存在了数百人 分散开来 似有一论文文 苏鸣的到来 顿时引起了那广场上 数百人的注视 但大都是看只一眼后 便收回目光 彼此不知在议论着什么 那些往来的目光中 苏鸣没有看到阿公等人 此地的这些蛮族 大都是风筝不落 死他明明后走 可却提前阿公他们到来 时还放下了苏鸣后 递给他一块黑色的牌子 没有丝毫言语 立刻化作白雾离去 独自一人站在这里 苏鸣还看四周 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不由得保持了沉默 低头看着手中的那黑色牌子 旗上有一个蛮族的数字 写着109 那黑色牌子看起来很普通 是由石块磨出 拿在手里 但是听说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只有100多人 100多人而已 这只是第一关 想来这些人中 必定有不少 不会参与第二关与第三关 毕竟实力若不够 只不过自取其辱罢了 你这么说就错了 大是三关 其中这第一关是最难的 要知道第二关隶宿 第三关为实战 这两关要求的具备一定的修为 且涉及到运气 有迹可循 但唯独这一关 看似没有修为的要求 可实际上 此关比的是毅力与潜力 这种事情 做不得假 但也极为残酷 不管你什么修为 若是在这第一关上名次不好 也就说明了毅力不足 潜力不够 这样的族人 部落里也不会太过重视 苏明低头把玩的那黑色石牌 耳边传来此地之人的 阵阵议论直升 不过若说起来 每次大事 前五十名大都是我们 风阵部落的蛮事 其他部落也只不过附属罢了 尤其是前十 据说从未出现过外部落之人 那是当然 这一次必定也是如此 其实前十乃至前四十 就那么些人 尤其是前十之选 除了部落里那些翘楚之辈 不可能再有其他人了 苏明听着听着 渐渐也听到了不少这样的议论 如今此地的这些人 并非都是参与着第一关者 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前来观看 正听着 脑子里还在想着 阿公所说的那六个数字 忽然苏明似有所察觉 抬头看一下身侧 却见那里有一个老者 正悄然靠近 留意到苏明看来 那老者连忙露出笑容 快走即不来到苏明进前 这老者穿着瘦皮 耳朵上挂着一些骨环 看其样子 应该也是风阵部落之人 这位小哥老夫悲穷 我看小哥手中的石牌 也是此番参与第一关之人 所以过来攀谈 没什么恶意呀 那老者相貌略有滑稽 尖嘴猴三 笑起来五官似有挪动 让人看之便记忆深刻 苏明神色如常 听闻老者话语后 略一点头 小哥老夫说话直 你别介意 我虽说修为不高 但活了这么一把年纪 练就了一双眼睛 我看你资质 这个很是寻常的样子 那老者眨了眨眼 这大事数年一次 老夫每次都会前来看热闹 如小哥这样的资质 怕是难以进入前五十 按照我的经验 也就是在百名左右罢了 不过 那老者靠近几步 一脸神秘 先是四下看了看 见无人注意这里 连忙低声开口 不过小哥你遇到我 算是运气好 我这里有一种草药 可以让人短时间内 把钱力都爆发出来 这样一来 你参加这第一关 就有可能进入前五十啊 若多买一些 同时吃了 甚至进入前十 也不是不可能 那老者低声说着 微微打开衣衫 快速地露出里面一些草药后 连忙盖住 脸上神秘之色更浓 生怕太多人看到的样子 苏明愣了一下 看着那老者 半上说不出话来 不信 老者看到苏明的表情 立刻低声再次开口 小哥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种事情 就算是假的 也要尝试一下呀 毕竟一旦你名字起来了 在你部落里 那可就完全不同了呀 我看你样子 在你的部落应也是不得知的那种 好了 若你的草药真有效 为何这些年来 每次的大师 前五十大 都是风阵部落 前十更从未有外部人踏入 我是不会买的 你赶紧去卖给别人吧 苏明皱着眉头 退后几步 那老者睁大了眼 向着苏明抬起右手 竖起拇指 连连赞他 高 小哥真是高人 这么快就想到了这一点 看来我之前有所看错 你资质虽然不行 但头脑却极为聪明 不过小哥 你这次可说错了 这第一关前十 不是从未有外部之人踏入 在五十年前 曾有一人连续数次都是第一 此人你应该也听说过 就是那乌山部的蛮功莫丧 你知道他为何能成吗 就是当年每次都买了 大把我这个草药 还有当年的那个谁来着 黑山部的 也是买了我的草药 进入到了第四十多名 还有乌龙部的谁谁谁 也是如此 嗨 你别走啊 我和你说近的 上一次大事 有个叫北林的小哥 进入前五十了 就是买了 那老者滔滔开口 听得苏鸣皱着眉头 再次后退 小哥 我和你有缘啊 所以我才卖给你 要是别人 求我我都不卖呢 我这草药卖给别人 要十蛋一株 卖给你只要三蛋 如何 三蛋就卖给你 多便宜啊 哇 这么便宜的草药 我这要是大喊一声 立刻就围上一群人 今天咱俩有缘 我买一送一 我 那老者喋喋不休 托沫横飞 更是说着说着就双手拍着巴掌 似整个人被他自己的话说得激动起来 听得苏鸣一愣一愣的 下意识地再次后退了几步 那老者正要继续 就在这时 忽然这广场上的人群起了哗然 却见那天空一阵扭曲 一条巨大的乌猫默然钻入舰来 那蟒舌上战招数人 正是阿公一行 是乌山部 乌山部的蛮功 据说修为极高 可惜整个部落后继无人 不过倒是听说出了一个叫做北陵的后辈 上一次大事名次四十九 乌芒消散 便收回了目光 北陵站在那里 神色孤傲 一脸冷漠 雷神与乌拉 则是隐隐带着兴奋 看向四周 看见那老头和那个冷脸的小子了吧 他们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乌山蛮功莫丧鱼那北陵 苏鸣身边的老者 脸上神秘之色不解 连忙开口 正说着四周人群华人吱声在起 这一次明显要高出之前 却见前方广场万有区间 有人缓走近 当前一人穿着黑袍 没有头发 正是昨天夜里的光头青年乌森 他面色阴沉 隐隐带着一股怒意 显然昨天夜里之事 让他以为奇耻大辱 尤其是属于他的墨绿色鲜血 更是让他心中焦急 但神色却不曾露出半点 他身后那四人 一个个也都是沉默 跟随着乌森 渐渐走进广场 乌森 我封镇步此番大事 必定进入前三之人 据说他修行的蛮法 颇为诡异 小点声 此人喜怒无常 都给我闭嘴 乌森前行中 忽然开口一声低后 立刻四周瞬间安静 乌森阴着脸 更是从苏明身前走过 但在走过的一瞬 他转头冷冷地扫了苏明一眼 目中有一丝疑惑 但仔细地看了极眼后 便察觉不是自己所欲之人 冷哼一声 走了过去 在远处盘膝 跟随他的四人环绕四周 似为其护法 苏明看着乌森 又看了看远处的北陵 收回了目光 这乌森修炼的是诗气 诗血法 参拜的是风阵部落的一尊邪相 满身戾气 性格阴沉 不是个好东西 苏明身边的老者 此破为气愤 又怕对方听到 低声嘀咕 看其样子 自在乌森那里贩卖不成 吃了亏 我说小哥 你可别惹此人 不过就算惹了也没关系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草药 保管你吃了后 从此力打无穷 那老者眼珠一转 又劝了起来 苏明皱着眉头 觉得这老者的虚刀 远远超过了雷尘 甚至雷尘若与此人比较 完全可以用沉默寡言来形容了 那老者不断地劝说 但要若你不买一株 就绝不松懈地趋势 就在这时 忽然那广场外再次扭曲 这一次 一下子拥有了十多人 这些人哗哗啦啦 有说有笑 众星捧月一般凸显出了正中间的一人 此人身子不高 身体略有微胖 哈哈笑着 与身边人谈笑不断 更是视而挥起手 比划着什么 其身影带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势 在这十多人中极为明显 让人看之 一眼就会把目光凝聚在他身上 沉冲 远处盘系的吴森 睁开眼 盯着微胖之人 迷起了双眼 苏明的目光 也凝聚在了此人身上 清晰地感受到了 对方体内若隐若现的一股气势 这不是气血之力 而是难言的一种感觉 沉冲 这可是我风筝部落里 无人不知的小哥 人可好了 比吴森强太多 老者连忙在旁低声说道 我告诉你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 这沉冲可是我的一个大客 经常到我这里买草药 时间不长 又有不少除了乌山等部外 其余的部落参与此 第一关之人陆雪来临 这些人要么随部落而来 要么就是单独来此 渐渐地 这广场上的人数越加得多了下来 密密麻麻间议论之声不断 很是热闹的样子 毕竟这样的盛典需数年一次 且这一次的人数 明显要比往年多出了不少 苏明趁着人多的机会 连忙快走几步 钻入人群内 避开了那纠缠不放的老者 那老者的滔滔言语 让苏明颇为头痛 此刻避开后 透过人群看着远出 那四下张望的老者 连忙低了下身子 不想被对方看到 此地人数虽多 可苏明却几乎全部认识 站在人群里 很是寻常 也不会有人去太过留意 平反得很 实际上并非苏明如此 人群里除了那些 风阵部落的族人外 很多来此其他部落的 参加此番大事者 也有不少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看那就是乌森 听说他是风阵部落里的 天骄之辈啊 那不是陈冲吗 他的名字如雷贯耳 我之前就听说过 今天第一次看到 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不过他真有气势啊 看到乌山部的北陵了吧 此人据说也不凡 上一次大事 可是进入到了前五十 能和他交上朋友 对我们来说也是大有好处 回到部落里 也能让不少人羡慕呢 苏明身边 不好与他一样 第一次来到这里之人 纷纷低声一问 神色打到露出羡慕 这一次或许是我们的机会 若是能被乌森或者陈冲 他们看中 选择跟随在他们身边的话 我们在族里的地方 必然不同 嘿 有这样想法的可不少 你没看他们身边 有很多人似 遇上前攀谈吗 我们不如也去试试 这位小哥 看你一个在这里 想必也是第一次来 苏明身边 一个相貌很是憨厚的青年 对着苏明笑道 苏明脸上带着微笑 很是客气 与这青年闲谈了几句 兄弟 眼下人还没来全 不过看样子 应该快要开始第一关了 不如我们一同去陈冲那里 攀谈揭示一下 你们呢 我们一起去 不然独自一人 他是不会打理 那青年连忙开口 与苏明吉身边的数人劝道 你们看乌森神色阴沉 想必心情不好 我们也别去招惹 这陈冲很是豪爽的样子 应该比较好接触 在青年的言语下 四周之人颇为动心 最后呼拉七八人 向着陈冲所在的地方走去 苏明本不愿去 但被那热情的青年拉着 便随着人群前行起来 就在他们前去时 那广场外的天地间再次扭曲 吸引了此地所有人目光 却见随着扭曲 走见了五人 那五人当首为一个四巡左右的大汉 这大汉穿着粗布麻衣 极为强壮 身体内有惊人的气血质感缭绕 他的脸上有一个鲜明的疤痕 从其左眉直接斜着延伸 到了右侧的嘴角 使得此人看起来 极为猙獰恐怖 是黑山部 此人莫非就是黑山部的组长 听说黑山部组长脸上有一道恶疤 必定就是此人了 是了 听说这次黑山部的蛮功没来 是由其部组长带领 那大汉身后跟随四人 缓步走向广场 乍一看那四人很是寻常 可若仔细去看 却是不难看出 这四人弟 三个为同辈青年 另外一人则是身子强壮的四巡汉子 但诡异的 这跟随在后的汉子 与另外两个青年 却是隐隐环绕在另一个青年身边 如附属一样 就连脚步都下意识地不会超出那青年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瘦皮衣衫 拥有一头长发 看起来约十八九岁的男子 看不清其面孔 因为他穿的衣着 在领空处高高竖起 那黑色的瘦皮 将此人的双目以下全部遮掩在内 再加上他始终低着头 故而无法看清 此人一路沉默 对来自八方的目光 没有丝毫反应 与其部组长 渐渐走向人群 与距离屋山部很远的一处角落 他们盘膝坐下 从他们的坐下的位置 也同样可以看出 那青年的不同 他单独坐在一旁 此与其他族人格格不落 只不过在坐下后 他略有抬头 看了一眼吴山部的方向 那目中又一抹轻面闪过 苏明的目光 与四周的人群 一同凝聚在那黑山部的猪人身上 尤其是其组长 与那明显似孤僻的青年 引起了苏明的重视 黑山部组长的强大 苏明没有意外 但那孤僻的青年 却是因应给了苏明一种危机之感 他几乎可以断定 此人不凡 但他的心里 却是很是反感 这种故作高盛的行为 相比之下 甚至苏明觉得 吴森都要比此人 在这方面强上不少 最起码吴森 不会如此做作以表神秘 黑山部的到来 并未引起太多的议论 相比之下 人们还是比较看重 那风阵部落的几个天骄 毕竟这些人的名气 在附近八方可谓赫赫 苏明在身边 那很是热情的青年 楚雍响 与那七八人走向了前方 被一群人围绕的 风阵天骄沉冲那里 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 我和你们说 老子从来都不去 部落里那些场所 老子就算是去 也最多就是看一眼热闹 你们不信 临近后 苏明看到那陈冲笔画着手 向着身边人说着 引起了四周一声声大笑 只不过那笑声 大都是棚拱之夜很浓 甚至就连四周 其他欲结识之人 也都下意识地随着笑了起来 思想用笑声 来让自己融入这个圈子里一样 苏明身边的那青年 与另外几人 此刻就是如此 笑声不断 苏明站在那里 笑了笑 内心很是平静 看着那被众人环绕的陈冲 对方的身份很高 自己无法比较 看着身边的那几人 不断地一笑声 试图融入进这个圈子 甚至找到机会后 连忙地介绍自身 那脸上尽管没有恶语之意 但无论是谁 都可以看出骨子里的渴望接触 乌龙步便是在这个时候 从广场外走来 其部落的出现 本不会引起太多的议论 毕竟乌龙步很小 远不如黑山部的名气 但此刻在乌龙步出现的瞬间 却是就连那书小的陈冲 与远处打坐阴沉的吴森 也全部都是抬头看去 一同看去的 还有那黑山部 遮盖了大半个面孔 故作神秘的黑衣青年 还有这四周 几乎所有的蛮族之人 他们看的是乌龙步落的树人中 一个穿着白衣 美丽绝伦的少女 那少女眉心中的点缀晶片 在那阳光下 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她的美 透出一股野心 足以让人怦然心动 她就是白灵 白灵被这么多人注视 俏脸微红 但却没有低头 而是目光在人群里快速扫过 找到了吴山部落所在后 立刻露出喜悦 但仔细地看去时 那喜悦暗淡下来 她没有找到苏敏低下头 白灵跟在乌龙步蛮宫老狱身后 向着广场走去 此刻的她 没有注意到 在远处的人群里 有一个很是平凡 没有丝毫出其之处的少年 在默默地看着她 她也没有注意到 那黑山部里 故作神秘的黑衣青年 在看到她后 目中露出的一丝渴望与贪婪 乌森看了白灵一眼 便闭上双目 白灵虽绝伦 但她乌森却没有丝毫心动 她此刻内心的焦虑 让她无法对其他事情 产生半点心思 苏敏望着那绝美的容颜 沉默地站在那里 她忽然觉得自己 与白灵的距离 很远很远 白灵 一个带着笑语的声音 从苏敏附近传来 那声音不高 但却扩散出来 见到了从人群里走出的陈冲 脸上露出了微笑 只不过那笑容下 依旧隐藏着暗淡 陈冲哈哈笑着 其前方的人大都自觉让开 苏敏站在那里 没有动 看着陈冲从自己身旁走过 走向白灵 看着看着 苏敏闭上了眼 她不知道自己此刻 应该是什么心情 只是觉得很平静 闭着眼的她 似乎落了四周的一切 直至她的手臂被人抓着 激动地晃了起来 夜望是夜望 你快看 那就是夜望 风阵部落小辈里的第一强者啊 夜望 连续两次 军为大使三观全部第一的夜望 此人天资之高 为父亲八方第一人 据说 他是被我们这一辈中 最有可能成为开陈景之人 更是被整个风阵部落 清泉里栽培 未来的风阵蛮功啊 剧透一架 夜望是整部小说最有天赋的修士 如今苏敏满足的夜望 只不过是真正夜望的 一具投影分身而已 而 一直要卖给苏敏草药的老者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角色 连细分都没多少 但是这老者 却对苏敏走上道无牙的关键人物之一 苏敏睁开眼 看到了那从远处广场外 走来的一个人 此人穿着一身红衫 没有无森的阴沉 没有沉冲的众星拱月 没有那黑山不黑一青年的故作神秘 只是一人 独自一人 一步步走来 红衫如火 似在此人身上 有一团无形的火焰 可以让一切驻使之人 被灼伤双眼 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 他相貌平凡 并不英俊 身材也不是那么强壮 但整个人走来的过程中 却是有一股难以言明的感觉 浮现在所有注视的人心中 一头黑发散在肩上 夜王慢慢地走来 他没有无森的阴沉 但其平静的神色力 却是蕴含了比无森 还要让人心惊地可怕 他也没有沉冲那样的众星拱月 可他就算是独自一人 也蕴含了死压过一切的气势 他同样没有那黑山不青年的故作神秘 但随着其走来 他本身的强大 他的名字 却可以达到一种远远超过那黑衣青年的神秘之感 他是神秘的 因为他是夜王 他是整个风阵部落最优秀的同辈之人 他是附近八峰 最傲然之北 他更是被誉为未来的开陈强者 平静地走来 如同一个王者 不需去与任何人交谈 会有无数人忽略了吴森 忽略了陈冲 在他的面前 下意识地低头让开 更没有议论之声 在他出现后 所有的声音都嘎然而止 直至他走到了这广场的正中心 盘西坐下后 这种激情仍没有被打破 许久 才有轻微的交谈 在这四招慢慢苏醒一样 嘿 看到大人物了吧 能看到夜王 这一次来到此地 咱们就不算白来了 苏明身边那憨厚的青年 目中露出羡慕与满足 低声开口 苏明沉默 许久 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夜王之后 陆续还有人来 直至半个时辰过去后 此地之人已然全部到来 就在这时 却见那天空忽然一暗 云层滚滚间 一声惊天雷鸣轰轰而起 震动八方 让此地之人 打到心神一阵后 抬头看去 却见那天空的云层 从四周急速凝聚 瞬息间就融合在一起 赫然化作了一个 似顶天立地的云人 在那猿人的头顶 盘西坐着一个紫袍男子 此人 正是风阵部的蛮功 金兰 他盘西坐在那里 目光没有看向下方 而是望着不远处的高山 望着那高耸路云 只能看到半山腰的巨山 此山 是我风阵部落的重宝 没有之一 他传承至先蛮 是我风阵部落的根本 没有此山 或许就没有我风阵部落 你们看到的这座山 并不完整 那只是一个山间 真正的风阵山的山间 此山之顶 封印了一尊奇兽 此兽休眠万古岁月 始终未醒 或许 他永远也不会醒来 此山有危 其危如压 环绕整个山峰内外 越是向上 则危压越重 此山有路 218条阶梯直通山顶 这里就是第一关 与以往的规矩一样 不限时间 所有参与着第一关之人 持领牌 任意寻找一处山街之路 以最终走过的台阶之术为平 列出名次 你们之中 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为是公平 我可以告诉你们 夜晚的时候 此山的威压最强 现在 我要打开此山禁锢 你等 速速进入 那端坐在云雾巨人身上的惊男 话语间右手抬起 向着那巨山一挥 这一挥之下 顿时那云雾巨人 仰天一声惊人咆哮 迈着大步 急速走向那山峰 两只巨大的手臂猛地抬起 仿佛要撕裂天地一样 向着那巨山猛地一撕 这一撕之下 天地轰鸣 却见一道巨大的裂缝 凭空地出现在了天地内 竖着向两旁横开 如同在那山峰外 有一层无形的画木 如今这画木被生生撕开 露出了其内 真实的一幕 依旧还是那高山 但此山却并非如之前苏鸣所看 而是其上充满了 滚轨声控的黑雾 那雾气充满了阴森 透出一股让人心脏 砰砰加速跳动的恐惧 与此同时 更有一股难以表述的威压 从那被撕开的裂缝内散出 如一阵狂风横扫 掀起了无数人的长发 更是让一些族人面色苍白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仿佛那裂缝内的博士山 而是一尊高大的天地骑手 在那裂缝内撕开的瞬间 天空上那原物巨人身旁 立刻有数个模糊的虚影 快速凝食 化作了八人 石海 赫然就是八人之一 他们一个个都拥有惊人的修为 此刻出现后 彼此咬破舌尖 各自喷出一口鲜血 他们的鲜血融合在一起 赫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纹路 闪烁鸿芒间 直奔那裂缝而去 撕印在了那裂缝内的雾山之上 那被云雾缭绕的山 在这一刹那起了轰鸣 却见雾气翻滚向上涌去 露出了山脚下 一条条古谱中套出沧丧的台阶 你们的令牌 进入此山后 一旦离开身体 哪怕半点就会消散 你们也随之会被取消资格 会被自动的逼离此山 这也是你们若承受不住后 选择停止前行外出的方法 同时 这令牌也是记录你们前行台阶数量 以显示在外的器具 现在还不踏入 说话之人 正是那八人中的尸汗 他向着下方人群一声低吼 一道身影默然而起 化作一道长红直奔那裂缝而去 此人 正是那穿着红扇的夜晚 在他之后 吴森第二个挤齿而去 紧接着便是沉冲 慢慢的 大量参与着敌关的各部落族人 陆续的冲入进去 北陵 雷晨 乌拉 还有纳斯空 甚至白陵也在其内 进入裂缝后 各自寻找一个无人走去的台阶 消失其内 但凡有台阶被人选择后 立刻就会有一股乌气下来 将此台阶小路弥漫 苏明没有鹤立独行 而是选择与一大群人一同 进入到了那裂缝内 在踏入这裂缝的一瞬间 他立刻清晰地感觉到 此地与外面的不同 这里存在了一股微压 那微压的感觉 就如同时有一双无形的手 按着自己的身体 让人很不自在 前方的很多台阶小路 都被乌气笼罩 显然是已经有人踏入旗内 苏明没有着急 而是向远处奔跑而去 如他这样的人 此地还有不少 大都是在寻找台阶小路 因此山脚并非规则 有一些台阶小路 看起来似短了一部分 这样的路径 往往被人快速地抢夺起来 谁第一个踏上 就属于谁 苏明没有参与进去 而是来到了较远的地方 这里有数条路径 他站在那里略意沉移 正要前行 忽然侧头看了一眼右侧 双目瞳孔微不可查的一缩 缺见那黑衫布 穿着黑色兽皮衣衫 故作神秘的青年 此刻依旧遮掩了大半个脸 冷冷地走来 看都不看苏明一眼 走上了一处台阶小路 苏明望着其身影 消失在那小路内 被山上涌下来的雾气弥漫 收回目光 走向了一条 很是寻常的台阶路径 在他踏上第一个台阶的刹那 他似感觉整个山峰一阵 与此同时 其胸口处存在的纳领牌 顿时散发出一股热流 但却没有涌入苏明体内 而是始终在散发温热 紧接着 他四周被大量的雾气弥漫 看不到身旁两侧 看不到身后 唯一能看到的 就只有前方那在雾气内 若隐若现的蜿蜒台阶 还有那苍茫的天空中 昏暗的太阳 四周一片安静 这种寂静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 仿佛这山峰内 只有个子一人 苏明深吸口气 没有立刻向上走去 而是感受着此地的威压 在略有习惯了后 这才抬起脚步 木漏坚定与执着 一步步向上走去 此刻的他并不知道 在他们这些人全部踏入那裂峰后 外界的裂峰慢慢憋喝 天空上的石海八人 分别落下后 盘膝坐在广场的角落 还有那风阵蛮弓京南 也散去了云雾巨人 落在了广场上 来到了阿公莫丧身边 一股无形的气郎 在二人身体外环绕 阻止任何人探场 广场上依旧存在了数百人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四周的 那九个巨大的雕像 却溅在这九个雕像上 渐渐浮现出了一行刑字迹 第一名 夜网 九十七阶 第二名 乌森 五十一阶 第三名 陈冲 四十七阶 第四名 碧宿 四十六阶 第一百零三名 莫苏 六阶 全部参与着第一关之人 因他们的令牌 使得他们走过的台阶数量 可以清晰地显露在外 被所有人看到 第一果然是夜网 九十七阶 超越了第二名如此之多 你看 又变了 一百一十五阶 这才多长时间 太快了 这避速是谁 没听过此人 不是我风阵部落的 竟在初期排名如此之高 我听说上一次大事 夜网最终走到了八百零三阶 这一次不知能到多少 越网上越难 据说古往今来 从未有人走到过九百三十阶以上 风阵蛮宫京兰 同样望着身旁的一座雕像 与莫桑一同看去 其脸上带着微笑 目光在那叫做莫苏的名字上扫过 莫桑 他就是苏鸣嘛 不过看其名次 要进入前四十 怕有很大的难度 这样吧 我可以放宽一些要求 他只要能进去前六十 便算过关 阿公莫桑没有开口 而是望着那雕像上莫苏这个名字 沉默不语 其目中 有一丝隐藏的很深的期待 阿公的身份极为神秘 对苏鸣的帮助可以说是全书最大 如果没有阿公的影响 苏鸣将会在这蛮族世界里面 永生永世的沉沦下去 无论轮回多少次都不会醒来 最终会成为他人的一道假仪 但是阿公的一次次的入侵轮回 给了苏鸣醒过来的机会 更是让苏鸣拥有了走出 蛮族世界的勇气与实力 那么苏鸣能够在这次的大笔上 走上多少台阶 又会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呢 后续剧情咱们下期接着看